启德河 位于闹市中的启德河 是东九龙其中一条主要的排红渠道 时至今日,经活化后的启德河 更加成为香港首条市区绿化河道走廊 作为东九龙主要的排红渠道 启德河与水集水范围非常大 包括黄大仙、鑽石山、池云山、九龙城等地方 面积相当于58个维多利亚公园 受到极端天气所影响 再加上城市迅速发展等因素 早期建成的启德名渠未能符合现行防洪标准 令旁边的彩虹道、大城街及沙田坳道 在雨季期间十分容易受到水浸的威胁 在启德河改善工程之前 其实居民很担心每次下大雨 不论是红雨或黑雨 因为不知道会不会水浸 为了缓解附近地区的水浸风险 政府计划展开启德河改善工程 渠武处负责黄大仙的启德河改善工程 由黄大仙景处至太子道东一段启德河 全长1.1公里 当中包括滑芯园有河道 以及在彩虹道地底建造全长400米的双形暗渠 既提升排红能力之余 亦同时可保留地面行车 因为启德河旁边有密集的建筑物 以及交通比较繁忙的交通降渡 所以我们没有足够的空间 可以扩阔启德河的河道 有件及此我们决定由黄大仙景处 到东头二村大约400米的彩虹道路底 并建一个大约6米高3.2米的双形暗渠 从而希望可以增加启德河的排红能力 启德河改善排红工程 已于2018年年中完成 因应公众参与活动时收集的意见 局务处以蓝绿建设的概念 加入绿化和生态元素 将启德河打造成具吸引力的城市景观 当中所加入的四大活化元素 包括河边花槽、纺石种植盘 鱼洞穴及渡流石和水生种植槽 现在启德河两岸花槽种植了勒杜 每道花柜就有桃红色花盛放 局务处更在百多种植物中 挑选了十多种合适的植物 还在纺石种植盘和水生种植槽上 包括香港原生红树林品种和花树 并用仿石设计鱼洞穴及渡流石 改变水流制造净水区 被鱼群可以在河内猜色 这么优美的环境 自然吸引到不少杂料来到 例如大白鹿和小白鹿 其中小白鹿更是经常出没 它亦成为这项改善工程的吉祥物小白 区务处会一直秉持着点滴为民的精神 在防洪方面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并为市民剃造更绿化移居的生活环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